泰国反政府示威持续延烧 总理帕拉玉日前颁布紧急命令 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 当局也关闭曼谷地铁站 数千民众仍无视政府警告 持续在曼谷街头抗议 要求政府下台 即使遭到曼谷警方出动水炮车驱赶 亦不改旗帜 学运领袖法兰西施 以及叶德参于14日 在载有王后筑提达的王室车队经过时 曹车队举起了三指手势 泰国警方16日 以泰国刑法第110条 图谋伤害泰国王后的罪名 几数二人 泰国人权律师指出 两人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三指手势源于电影《饥饿游戏》 在泰国对抗政府的示威运动中经常出现 象征和平、自由、兄弟姐妹的情谊 过去泰国当局就已禁止该动作 军方更被授权 可逮捕竖起三指的示威者 法兰西施目前仍就读泰国马西顿大学 并曾多次力挺台湾、香港以及维吾尔族 他曾在中国使馆外反对中共打压台湾 并高唱《愿荣光归香港》 也曾在我国国庆时出声祝贺 法兰西施在16日主动投案 面对支持者痛心流泪 他也哽咽表示 希望我能证明我的清白 法兰西施于隔日晚间获准保释 并得缴交20万泰铢 约新台币18.5万元的保释金 他在推特上向支持者表达谢意 但也透露案件节省前 他无法就该案件发表任何评论 未经许 trivia